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在展示面预览的时候 发现自己喜欢的皮肤 就会点击下面的获取按钮 结果发现有一句这样的提示 散落在庄园的角落 快去探索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肯定有很多同学有疑惑吧 然后就去商场里找 结果没有 再去精华里找 也发现没有 难道是真的在游戏里面吗 最初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过去游戏里面找 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因为游戏里更加找不到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也这样试过 那么问题来了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我发现 出现这样的提示的皮肤 无一例外都不是在 受获着本赛季的皮肤 而是出现在 现实礼包 推理之境 记忆珍宝和活动皮肤里面 虽然这些皮肤都不全是限定绝版 但都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取的 礼包就得等返场 活动也只能等上架活动商场 当然还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摇曳的灯火 但想触发到自己心意的皮肤 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等待返场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推理之境的皮肤 估计就没机会了 因为这是限定绝版的哦 所以大家以后就不要到处去找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都错过了哪些皮肤啊